哈啰 大家好 又到我小明出厂的时候了 今天我要讲什么车呢? 蛤 又要讲 X50 啊? 可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 X50 的 Topic 可能大家会感兴趣 因为我要讲的是 Proton X50 的保养费用 还有成本方面的这个资料 想知道的话 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接下来就慢慢算给大家看 那首先我就先讲一讲这个 Normal Service 也就是换黑油的部分好了 根据我们从这个 Proton 官网所拿到的资料 这个 Proton X50 一次换黑油是需要 4 加 1 也就是总共 5L 的黑油 价格方面是 162 块 5 毛 那再加上这个 Oil Filter 还有 Drain Plug Gasket 过后 总是为 216 块 6 毛 3 那在这里我们也顺便就列出 这个 Proton X50 首十次的保养费用 我们可以看到平均 每次这个 Service 的价格 都是介于 300 多到 400 多之间 那这个其实是从这个官网所拿到的一个价格 那根据这个官网的这个 Service 它其实是换蛮多东西的 像是每 2 万公里就换一次 Fuel Filter 还有 Air Filter 而每 4 万公里就会换一次 Spark Plug 还有 Brake Fleet 也就是刹车油 至于每 6 万公里呢 原厂会为你换这个 Radiator 的 Coolant 那在这里我做出这个列表 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一些零件还有这个保养品的价格 那接下来我要列出这个有点特别 因为在之前的保养影片我从来没有列出过 那就是这一台车在这个首十次的保养过后 接下来另外十次的这个保养费用 同样的大家可以从这一个列表看出来 为什么我会举出来除了是因为这个官网有列出来以外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这第十一到第二十次的这个官方的保养费用 平均比前面十次还要更加的高 这一点呢是大家必须注意的一点 嗯 还有什么呢 接下来我就要讲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这个保养品 那就是牙油还有这个 Timing表了 我先讲这个牙油好了 因为这个 Proton X50 它使用的是这个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大家一听到双离合就会比较关心一点 至于这个 DCT 的这个油呢是多少钱呢 大家从上面这个列表可以看到 根据官网呢 这个 DCT 它的价格为237.36元 而根据官方的这个建议啦 是每9万公里换一次的 那身为双离合车主的小名我呢 个人是建议最好是提早换会比较好一点 讲完加油 接下来就到这个 Timing表了 那从旁边这个价格列表可以看出 官方所给的这个 Timing表价格为195.16元 至于这个 Drive表呢则是112.8元 那官方所建议的这个更换周期啦 为每110千也就是这个11万公里 换这个 Timing表和 Drive表 但是同样的和这个 Turbo 的引擎油 还有这个双离合压油一样 我个人是建议最好是提早更换这个东西比较好啦 嗯 还有什么呢 啊 因为这个 X50 是搭载这个三缸的涡轮载引擎 三缸的引擎很多人就会关心哦 这个三缸会不会抖 那抖都主要是靠这个 Engine Mounting 来hold 着嘛 所以在这一方面这个 Engine Mounting 呢 可能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在向这个 Proton 询问了过后啦 直到这个影片拍摄的时候 他们还是给不到我们一个这个 Proton X50 Engine Mounting 的这个价格 还有这个更换周期的详情 而也因为这台车是一个中国车 所以我们在 我其实也是有在这个网上找了很多资料 包括上某宝 去寻找这个东西的价格啦 但是都是资料不多 所以在这个 Engine Mounting 上呢 其实我们暂时还给不出一个价格 这一点呢 我觉得一切还是以这个 Proton 官方的公布为准啦 那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那讲完刚才那些薄洋品以后呢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件 那就是轮胎了 那这个 Proton X50 它其实在轮胎的部分 是有两种尺寸的 分别是 Standard 还有 Executive 车型 所使用的这个 215 60 R17 以及 Premium 还有 Flagship 车型 所使用的 215 55 R18 两种尺寸 那这个17寸的轮胎呢 它的价格方面呢 因为其实这一个尺寸啊 我在问了这个轮胎电话 其实他们是告诉我说这个尺寸 比较不普遍的一个尺寸 因此价格方面呢 目前来讲暂时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17寸的轮胎平均一条价格啦 都是要 400多到600多令吉之间一条哦 那这个600多的是这个Mitchellin Primacy 4啦 你要便宜一点的话是有啦 300多你可以买到这个中国的轮胎 就看你要不要咯 至于18寸的部分呢 平均一条的价格都是介于 500多到700多令吉之间 同样的700多那个也是以这个 Mitchellin Primacy 4来做一个例子 那同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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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如果你又要便宜一点的话呢 这个18寸轮胎也是有 你就选这个中国品牌咯 大概是400多令吉一条啦 嗯 接下来就是这个刹车片哦 不过同样的因为这个Protok X50太过新了 然后我们也是从那个原厂方面呢 也是暂时还调不到资料啦 然后我上网找了 外面也是几乎都没有这个Protok X50 刹车片的价格 甚至连中国方面其实它的资料都是很少 那在这边我是觉得这个X50 我们相信应该会和X70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以这个X70来做例子好了 在这一方面我们相信这个X50它的刹车片方面 价格将会是大概介于200-300多令吉起挑啦 主要是看你选择的这个品牌 还有它的这个性能是如何 那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也是X50车主 可能你必须要稍微留意的 那就是它的这个续电池也就是所谓的电箱了 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资料 这个X50所使用的这个电箱呢 是DIN 60L的一个尺寸 在这边我也列出这个价格给大家参考啦 在这个方面呢 我要感谢这个心动性再次提供这个电池的价格 不过电箱方面它的这个规格是蛮普通 蛮normal的 因为这台车其实也没有这个刹车功能 所以它的价格方面是不会太过贵 不过重点就在于它的这个寿命 可能大家就要留意一下了 因为我们从这个X70过往的经历 我们可以了解到 就是X70它其实它的这个电池的寿命平均 都大概是一年多 不到两年就差不多要更换一个新电池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GKUI主机 是蛮吃点一下的 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已经是熄火了 然后已经是锁车了 但是它还是在后面一直跑着 就蛮吃点的啦 也有不少车主之前就试过把车子放着一个礼拜 完全没有开车的情况下呢 这台车就没有电了 我们相信这个X50 因为同样使用这个GKUI系统的关系啦 是很强GAY 很厉害 但是也是有这个互联网功能 但是这一方面可能你就需要留意一下了 那讲到这里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啦 那同样的依照惯例 我在这里也列出这个Protok X50平均 首5年或10万公里的一个保养总数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那既然我们刚才都已经列了这个另外10次的这个保养 我顺便也就直接列出6年到10年一个平均的这个保养费用了 那大家从这两个列表就可以看出啦 其实的确这个第11次到第20次的这个保养的总数啦 的确是比头10次高出的不少 这一点大家必须留意一下 当然我要在这里重申 这个费用是从这个官网 所拿到他们所建议的这个保养列表的费用 所得到的一个数目 接下来就到这个汽车保险还有入税的部分 这台车使用的是一个1.5L的涡轮增加引擎 所以在入税方面是每年100块的一个价格 至于在insurance 方面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那这个四大车型我们都可以看出 它每年的insurance 费用平均都是介于一个2000多 不到3000令吉的一个价格 当然这个费用是以这个0%的NCD为例子 那以上就是这个Proton X50在保养方面的详情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台车保养起来如何呢 这个费用 看了这些价钱过后我只想温馨提醒大家 虽然说这台车它的价格可以用非常漂亮来形容 但是大家可别忘了这台车是一台SUV 相比起普通车款方面呢 某些部件的这个保养成本方面的确是会高了一些 尤其像是轮胎啊这些等等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单单拿这个车架 来和其他的这个B7 Sedan 或者是 Hatchback 相比的话呢 我个人是觉得你可能要在这个保养方面呢 要多算一点哦 因为这一方面真的是有这个差别的 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就能够提醒到大家这一点 毕竟买车容易 养车可不容易哦 蛮难的 好啦 我是小明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对这个X50有什么看法想要分享的话 也记得踊跃发言 又或者是你是这个X50车主还是准车主的话 在看了这期的这个影片后你有什么感想呢 也是同样踊跃发言就对了 好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